娛樂圈的頭幾年很童話、很公主 射任之後你的所謂得寵 就變成了下一屆的講者 我又覺得在娛樂圈裡面 我未能得到一些很特別的東西 我是很怕別人餵我吃飯那樣的 就是我馬大口你餵我吃飯 那一刻我是接受不到的 現在這個工作 現在我在計劃我未來的路 這個才是我想要的東西 開工了 做過秘書和空姐 2005年因為要實踐夢想 律師尹參選香港小姐 還贏了亞軍 後來發覺娛樂圈有太多變數 所以就學做生意 現在除了有自家內衣品牌 和Online護膚品店之外 她還是一間日式Fusion菜的老闆娘 其實開餐廳是這麼多個行業 裡面難的程度數而 最難處理就是這個價錢 有時客量不夠 經濟不好 餐廳一個回本期 其實起碼要看九個月 但現在會拖長了 因為始終經濟放緩了的時候 當然生意又起又跌 你勤力是不會死的 平時在餐廳回來 我就盡量都少說騷擾柱 那方面的東西 但如果比較輕便的 我就會幫忙做 如果有客人在的時候 我通常就是要做PR的角色 當然是 當年 畢竟都是港姐雅君 是甚麼令到律師尹 突然會放棄幕前工作 就去做生意呢 其實都不突然的 因為剛剛選營港姐 其實是一朵小花 初一年都很受保護 卸任之後 突然變成普通藝員 突然進到服裝間 之前進來是很虛憲的 衝過來幫你做這件事 今天進來的 focus 可能去到今屆 我很榮幸可以進入餐廳 你讓我再選 我都會再選美 再入行 但這件事是否可以 給我一個是終身的職業呢 不是不行 但不是一個包單 我很難拿捏的 這個圈子 但我會繼續做 這個是幫到我 接下來生意上的事 無緣無故回來做什麼呢 雖然有樣有學歷 又勤力 但綠絲韻 似乎跟主角這兩個字沒有什麼遠 做來做去 都是閒角 或者第三者的角色 入不入會是一個問題 有樣有學歷 同樣說不到歐 我覺得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位置 我覺得不應該push自己去到 我一定要坐一 我才有得發展 我很可惜 我覺得我在娛樂圈 沒有什麼成就 我想我非文會多些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位置 不要硬要去搶一些不適合自己的東西 因為天生缺乏安全感 所以綠絲韻一組謀定後路 學做生意 可惜的是 她不相信他人 跟之前的男朋友 可能搞一些生意上的東西 都怪自己是有一點感情用事的 信任的時候 我信任所有人 也都是沒有保護自己 這件事是令到我傷害最大的 這件錯誤的事 是發生在我30歲之前 幸好是發生在這個時候 如果不是我到40、50歲才遇到這件事 我想我沒有那個力再回頭 因為一次過 好像什麼都沒有了 那家事業、感情 牽涉到很多官司上的東西 令到我都很頭痛 因為家人的支持 令綠絲韻可以站起來 同時令她變得更堅強 伴侶不可能養你一輩子 我實在說 先生多有能力也好 多愛你也好 不知道很多意外上的東西 突然間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可能完全倒轉 硬正 我一向都硬正 但現在會更加硬正